尊敬的推友们 网友们 大家好 这是文贵5月6号的报平安的视频 昨天晚上又是没睡好 因为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澳洲工作的团队 去采取其中一个政治局委员 在澳大利亚的师生子 他的DNA的时候发生了问题 闹得很大 到最后还是解决了 这股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同时昨天也是因为我们在香港的团队 和新加坡和香港的一家银行 同时在做流水账 近期的流水账 的补充交易的时候也发生了问题 这个账的主人已经被唤醒了 发现了有人在买他们的流水账 昨天是黑到白到全都上了 但是他还是没有阻止 因为这些账单呢 还有这个DNA呢 在美国政府认证以后 都可以作为成堂的证据 所以说我希望这个全球新闻发布会呢 能出示这些具有法律效率的证据和文件 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天来 艺术宝的还有范雅的 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传了很多很多资料 我都给你们回复说 这没有用的 什么领导出席了什么会呀 领导站台呀 那你这什么也说明不了 包括领导跟他吃饭也没有用 你要找出来的是 真实有效的 这个银行的去向和流水账单 这对你们是有用的 包括某些领导 这个持有的相关公司的股份 包括他的个人账号资金跟这有关系 那么这才是有价值的 有法律效率的 那么你这么大的这些贪腐集团 带有黑社会性质的 你拿那几个领导的站台录像照片 不要说是中国现在这种法律环境 你在哪国也不可能的 所以呢我希望这些朋友们 你们给我发了这么多的疫苗呢 要学学文贵 就像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团队 已经工作了大概在一年左右了 我们采取了大概几十个人的DNA 而且进行了这个有效的 有法律效率的医学鉴定 而且对他们的柱子 金钱来往 社会关系都进行了录像 还有当事人进行了这个问话啊 跟他们聊天啊 就是语音证据 通信证据 DNA医学证据 然后到美国来 在美国有效的法律证据 然后再加上这个银行账单 那么他想说这个什么样 都没有用了 最近我看到了 你们也看到了 这个所谓的这些无效的这种反驳 愚蠢至极 因为这些所有的反驳 在未来这个事情公开以后 那些简直都成为了他丑陋的 犯罪的 无知的 愈弄国家 愈弄百姓的证据 这才是关键的 所以我一直说让子弹飞一会儿 因为子弹飞一会儿 才能让敌人把他的恐惧 盗国贼们把他们的害怕 和把他们的权力的傲慢 才能表现出来 他们的表现和他们的行动 就会成为我们的证据 也会成为未来的事实 重要的一部分 他们不行动不吱声 你还不好办呢 是吧 那么只能我们拿证据 来这个事实 来佐证他是盗国贼 贪腐 那么现在很多人啊 都是掩耳盗铃 我太清楚他们的个性了 我在跟他们在一起 那么多年 都明天都要抓了这个贪官 还在跟某些领导 瞪着眼睛 哭着眼泪 甚至下跪 还发誓 还说实话 振振有词啊 振振有词啊 这个 但是被抓以后 他都变成了事实 就是这是所有的贪官 盗国贼们一贯的个性 因为他们讲瞎话 是他是专业 他从事的职业 就是讲瞎话 如果说我们国内的官员们 他不会讲瞎话 他甭说当厅长 局长 什么副国级 政国级 他连科级他都当不上 因为很简单 什么叫共产主义啊 就叫乌托邦主义 乌托邦是什么主义啊 乌托邦就是瞎话主义 骗子主义 他当然得说瞎话了 我跟这常委的领导 郑总局领导都私下跟他们聊天 我说你们每天说瞎话 就不累吗 哎 他们说我们也是演员哪 这是职业啊 那我们那些瞎话 都是经过标准化的呀 按照标准念就行了 所以 这你没办法 你听起来也是挺对的 也是很可怜的 所以说昨天 我看了和平先生的这个节目 讲得很好 点点事啊 这个知道郭文贵的真实目的的 能对郭文贵这件事有资格点评的 点评以后还得点到点子上呢 目前我看有三个高人 和平先生是其中之一 排第三吧 排第三吧 另外两位还没出手呢 那么和平先生讲得很对 那国内的官员 他们那种权力的傲慢 说瞎话 当真话 而且这个系统的这个 大家对他们的这种尊宠和他的能力 那完全是不相衬的 你看他们一系列举动 昨天在澳大利亚 这个竟然有人当场出钱 说我们现在可以给你啊 一百万美元 你把东西给我们 然后呢你们签东西啊 签了东西以后呢 这个保证以后这个这个 你那没有了 而且呢你永远不再出来这个作证 您去想想 这个咱的领导啊 你派这种猪一样的这个队友 去跟你办事去 你们所有这个说话都被录像录音了 反过来说了 拿了一百万美元他们 我那团队也是我花钱雇的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其他办法呢 你不但又零下了证据 你还做实了你这种师生女师生子 这个澳大利亚养情妇这种事实 在澳大利亚多了没有 大概有六百个长期已经移民了的情妇 师生女师生子在澳大利亚 很多人并不在美国 大家一定要清楚 有个别的人是在日本 有些在新西兰 绝大多数是在澳大利亚 那是我的主战场 去年一年我在那花了几千万调查费啊 现在基本上 按照因为按照美国的这个法律要求 和出政要求 我们重新的补充一些证据 你能把这些给灭了吗 所以这些人是上心病狂的 你以为在国内呢 打个电话就派出所所长出面 就把一个大老板就给抓了 牵一富豪就给抓了 然后再让他强奸 玩弄女人 偷税漏税 然后就不敢吱声了 或者说是调取这个当事人的信息 威胁他家人 这在国内好用 那你在国外这些不可能的 这些调查团队都跟我合作了二十几年了 都是跟咱们党组织也合作过 他们怎么可能去把我背叛了呢 背叛了他知道我的啥本事 怎么可能呢 何况这种行业里边人都吃这晚饭呢 他能跟你合作吗 他只能跟我合作 所以昨天发生的事情 简直是让你又是哭笑不得 就是你能一次次体验 我们国家这个机器啊 在海外的运作能力 除了下山烂的招 这种这个 除了这种卑鄙的招 没什么好招 没什么智慧啊 在香港的这个银行的这种交易 这个账单的交易 新加坡这个交易已经交回N年了 我当年和李友打这个仗的时候 什么贺国强的账号 李友的账号 李友的身份证件 他女儿的账号 还有这个卫星的这所有人的账号 那都是他们给查出来的 那流水单 那后来是被你们就是置之以不理嘛 你不在乎嘛 那有一个中国爆料人 拿出过别人的账号流水单 详细账号过吗 从来没有过 可那些没有让你们去查犯罪分子 去查李友 和查那些 所有的那些贪官污吏 政治局和常委股东 反而把郭文贵家人给抓了 这个我不再这么天真了 跟你们提供没用 我现在在美国全球发布会上提供 我在美国起诉你们 咱们现在美国也有了一个叫什么司法案 这个杨建利先生和这很多民运人士发起的 这已经通过了 接下来 我会把你们这些人的信息 跟他们一起合作 包括你们的犯罪证据 把你们这些家人 把你们的这些所谓的带池的白手套 通通都美国进行调查名单 而且你们终生不能到这些西方国家旅游 咱们可以拭目一看 那么你们干了什么 你们是很清楚的 你采取这种方式 对待我 对待我的团队 只能让我们更团结 说昨天澳大利亚团队不但没被派 没被你们收买 还昨天跟我发誓说 郭先生 不管如何 我们要一定把这所有人全取证完 这些人跟我合作那么多年了 你反而是帮了我 这个推友们不知道 那这你看着平静 那刀枪剑脊 多少人睡不着觉 多少人恐惧 那么这个我就不细说了 还在进行中 包括了昨天和今天 我花了很多的精力 是跟美国政府和历史团队 就是我这个大楼 他们确定 当时是在VOA直播的时候 是被骇客入侵了 那么同时我在那个推特里面 被骇客的这个记录 他们正在查当中 而且法国的一个安保公司 是他们的合作伙伴 英国的一个所谓的安保公司 也是他的合作伙伴 是帮助进入到我的推特里面 删除了我的关注信息 包括取走了我的资料 这是多么的愚蠢呢 今天我跟一个老领导通电话 我说你说这有多愚蠢呢 这中美之间国家的利益 这是核心的 我们这事得排第二位 正找不着你这个网络安全 这个最大的问题 现在你给人家提供的证据 你这不是以个人自私 以国家利益来牺牲吗 牺牲国家利益换你一己之私吗 这个昨天和今天发生的 他们兴奋的不得了啊 现在我想删也删吧 谁想删也删不了 谁去删我的 骇客的这个这个推特信息 谁害到我的推特呢 谁害到我的电脑呢 谁害到这个有这个目的 去害这个大楼呢 这个大楼里面98%全是犹太人 这就一个有色人种就是我的 这个楼上所有人 都是全人类的精英的 精英中的精英 这回你们惹大麻烦了 所以你看 就是这些人管理着我们的国家呀 管理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 掌控着民族的未来 掌控着十几人的生死 你想想有多可怕 这是为啥我说啊 徐主席真的挺危险挺可怕的 这帮人怎么能管理国家呀 他个撒谎 骗人 搞这种这种发誓 做那些愚蠢的行动 欺负那些弱小的老百姓 哪掌握着国家机器容易呀 真一大一的 真将对面王去PK去干 你就完了 你在西方你跟我文贵这样一个PK 你根本你就不是对手啊 因为你的智商情商能力 还有你的心理抗压能力 那完全你在这就沾不着边啊 这一系列的行动 从你发红通 路自马建副部长王有杰书记 人家史发亮厅长 还有这个我的这个杨英副总和吕涛这个副总 还有这个其他的人关于我的这些信息 然后外交部的陆康扭定的离开 发言已经成了外交部的笑话了 还有王毅部长赫狠狠的给我们的阿巴扎比的外交部长会后 根本是越位讲话 又是搞威胁说假话 那是你外交部 你把你外交部事干好就不错了 你还当成了政法委书记了 你还真以为你当中央委员 你当中央委员又咋的了 过去那几个中央委员都去哪了呀 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国内啊 这个都是耀武扬威欺负老百姓 然后呢外交部的人以为穿上西装你就是绅士了 流氓穿上西装你穿上礼服你也是流氓 你那点这个料那实在是在世界上人家都看你笑话 我这朋友了解你们都当笑话当小丑来理解 你还是代表着国家呢 你不代表国家在大街上你那饭都饶不饶吃 真的你的饭找不着吃 你坐在跟人家聊天聊一次吧 还有兴趣 聊两次大家都不搭理你 没料 你就是个官僚的一个牺牲品 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从这个这几天来看来 所有的过去这些行动愚蠢的行动愚蠢的决定 伤害的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形象 和这些老百姓在海外的形象 真是丢尽了我们中国人呢 昨天澳大利亚的亲中一个头说 他说他们怎么那么愚蠢那么无知呢 我真的是无语啊 这个你说我要是跟咱们推友们同胞们这么说 我还觉得能说得出来 跟一个外国人说的我心里真的说不出来 但是无奈啊真的很无奈啊 头两天我这个五四节目当中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乌云万里天 那天一打卡没说出来 这个网友呢这两天陆续给我发 这个文贵自信的有点吹牛的给大家说 如果想聊宗教啊或聊建筑艺术啊或时装啊 还有吃啊还有飞机汽车啊 我哪天节目上好好聊聊 我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 我自感我感觉在这方面 还没遇到过对手 我很愿意找到对手聊一聊 特别是宗教啊 这个今天咱不谈这个 咱以后再时间聊吧 文贵的世界非常精彩 文贵的世界有很多的好的例子 也有坏的例子 我希望有机会都一一分享 这个昨天何平先生说 什么时候结束呢 我觉得什么时候结束 文贵生命不结束 这一次的爆料就会一直延续 因为我爆料的人啊 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这个利益当事人 不会在什么任何情况下受控 说对我不产生报复 那不可能 刘志华事件发生抓起来以后 中央最高领导私下跟我见面 转了好几次车才跟他见面 见我面说是不是很害怕 我说不害怕 是不是很紧张 我是曾经紧张过 我担心的是家人 他说不要担心 啊 肃倒胡孙善 这是这些坏人一定的下场 我说那领导 那要是您要出事 是不是也肃倒胡孙善的 他就不吱声了 我说我接受 这很现实 人倒了嘛 没有多少人跟随了 但是呢 有些事情不绝对 后来大家看到了刘志华的家人团队啊 牵扯当时的人 对我一次一次的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报复 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难道我心里没数吗 当时是中央决定由令计划主任 吴关正书记 马建副部长 全权负责我的安全 十几台车都是安全部的 上百号人24小时对我保护 我那一去哪 后边几台车 前面几台车 哎呀 这个警车还带着枪 我到广州出差 在白天鹅酒店一层楼封了 当地的公安全部戒严 常委待遇 我这一个月我就觉得我活不了了 我求求他们 我说能不能把这个保护给拿了 这哪叫保护啊 你们这整个就是一个包围看起来 他不如把我送监狱去呢 后来经过一再的申请 在半年后 说这个明保变成了暗保 但是今天的 吴卓安正书记已经退休了 这个令计划主任已经抓起来了 马建副部长也抓起来了 文贵的这个保护还没取消呢 严格讲还有法律效力 但是从那个事上 我看到了这个跟他们对抗的结果 头两天 有一个人给这个陈超 陈超就在我的隔壁 由陈峰同志买的房子 然后有人给他建议 露台上架个望远镜 架一个捷机枪啊 然后呢想办法呢把我这个给毙了 这个FBI去查了啊 也有的人 另外一个发信息的人也被抓了啊 这个这种事儿未来会很多发生 所以昨天和平先生说的好 我这件事情 不会像你们想象的结束 郭文贵只要在世界上一天 就很多人禽食难安呢 这个不管今天和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文贵这根险是永远不能松的 这是为什么现在啊 文贵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动作 那么就是把证据坐实啊 把事实给搞明白 把这些对我危害的人 要我不惜一切代价 我要让他扶法 才能减少我对我的危害 和我家人我员工的危害和伤害 同时我要团结更多的力量和我在一起 这是为什么我需要推友们对我的信任 和对我的信心 因为我和推友的关系不是夜情 也不是某个人物热闹一个月就拉倒了 我的世界要么就是在中国推动依法治国 国家的一定的民主建设 中国人民的一定的自由这条路上 我有我的角色 我能做出一定的贡献 能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善意的官员 真正的爱国人士的信任和支持 同时能得到海内外的各个华人团体 和世界上各个正义的能量 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并且有我的价值 我才可能活下去 我要活得好 那就必须得获得这些人的信任 我深深知道我错一次 我说一次假话 那我这一切都白做了 我头两天我看到这个 有些采访大陆的这些 简直无知愚蠢到了极点的一个采访 听到大陆的那些被采访的人说那些假话 说的那些愚蠢的话 完全没有根基的话 我就觉得这话我都没必要听也没必要回应 但是我也看到了很多媒体上真正有智慧的人 真正的高智商的人看到了其中的端倪 真的我的事情只是一切都刚刚开始 大家想一想 即使明天他把我家人都放了 资产都给我了 谁能保证 中央常委集体给我签名保证说 郭文贵不会有人暗杀你 你回国来不会把你给抓到监狱去找理由 你不会出车祸 你家的人都没事 谁信呢 我能信吗 我要信了我能到今天吗 我经历过多少事情啊 可能吗 我已经没有选择 我这一辈子可能都不可能回国了 一辈子都不可能回国了 而且我必须跟海外的各种力量进行合作 然后推动中国的以法治国 法治建设 同时让这个国家有和这个法治建设 和以法治国相对应的民主 然后呢这些东西基本条件 我不想在这阐述 很多主持人说 郭文贵没说这个 郭文贵不懂这个 我跟你说 您说这话说自己呀 问问自己 你干过什么呀 你懂啥呀 我懂的事情 我听的事情 我都比你多的多了 你在课堂上 课本上 说那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 我难道还不懂以法治国 要基本的法治建设和第三方监督 司法独立一定的民主基础吗 我这基金里边 我公司里边这么多国家元首 人家是管理我国家的人 我身边一堆的智囊 我资助了大概国际上十几个政治智囊团 我还不懂这个吗 不要在这块搬门弄斧 搬门弄斧 千招会不如一招绝 这是我信奉的哲学 那武林上里边一堆人 哇哇哇 兔拳蛇拳狗拳 是吧 老鼠拳 这多了去了 最后让人家一脚给踢飞了 有用吗 都是讲理论讲的多才误国啊 理论多就误国呀 啥也办不成啊 你能办一点事比你懂万件事 重要的多得多 这才是关键 文贵不是在这给你们玩嘴皮子 不是给你们讲理想的 也不是给你们在这块搞这个希望的 也没不跟你们讲什么文贵梦呢 有意义吗 没意义 咱用事实往前看 所以呢 这个文贵也没有任何选择 必须让自己啊 这个干净 有意义 手法 多佳的小心 文贵这一辈子往后的人生 做得得像和尚一样 对于按佛主的要求 比和尚出家人 还要戒心 修身 还要养性 达到了真的是万里乌云万里天 不是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水平 我才可能 才有可能啊 得到大家的信任 绝大多数信任 和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我太清楚了 那么同时呢 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让我更加的坚信 更加的坚信 中国绝大多数人 还是好的 特别政府的九千万党员 因为我这几天收到的 我现在应该不该说那么多啊 很多 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 跟我的事没关系的信息 都是绝对的价值 但是我现在想告诉各位的是 他们没人给我要一分钱 没有这些钱都可以支付五百万 两百万三百万甚至几十万的 那么没人要钱 没任何人留名 就这些人绝对是好人 绝对是好人 涉及到了各方面的这个 各个大案 其中我要给其中一个网友 昨天发给肖建华的一些部分 各位啊 我现在不需要肖建华的资料 你不要冒险的去给我这些资料 因为肖建华的案子还在进行中 未来肖建华案子进行到一定的程度 我会花五千万一个亿 在社会上悬赏 买他有关的所有的这个他办案的信息 我现在感兴趣的事情非常清楚 就是和北大的所有的这个案卷和审查记录 其中我得到的一部分当中呢 很多不全面 我都看过了 我没公告今天 跟很多推友本来我说要公告的 没有公告 因为我发现不全面 特别是像涉及到上海云银行行长 现在人民银行范一飞 范一飞的全拿掉了 涉及到这个上海分行的北京分行行长陈华 虽然是被判了 但他的也拿掉了 涉及到北大的王恩歌校长朱山路的 还有这个过去的王选的家族的 还涉及到我们现在的政治局委员的 还有这个常委里边现在没说出名字的人 包括证监会都被拿掉了 这些未来我会高价宣赏 这个我需要 那包括这个宋林的 我特别的需要 因为宋林是跟我这个要揭发的政治局委员 和常委家族有绝对的关系 而这里边有大钱在海外 我们得到了几个账号 账号里面有大钱 其中一个账号有7亿多美元 这个钱就是宋林在海外面藏的 我们把这卷宗兑完以后 我们可以把这钱给拿回到中国政府去 给中国老百姓 包括现在有车封的案卷的 我非常感兴趣 我也愿意花钱 车封的案卷 我特别特别感兴趣 我也愿意拿钱给大家 那么现在啊 包括也有给我像金波的一些事的 像金波是刚刚开始 但是像金波的卷宗未来我感兴趣 我愿意出大钱 那么但是我还要感谢这些网友 给我发的这些信息啊 都是猛料 也都是真料 特别是这些语音啊 信息啊 视频啊都很关键 但是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文贵很感动 你们让我更加坚定了 这个反对以贪反贪 以警反贪 以警治国 以黑反贪这个路上 我要坚定的走下去 不论中国政府他们任何人 还是任何情况下 我认为他都应该支持我这么做 因为我这个力量和我现在的这个所处的位置和环境 已经亚然成为了啊 接近成为了 这个未来帮助中国 真的是反贪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交流中心 我相信习主席任何人都会支持的 当然了我们要保证这个事情不被其他势力所利用 以国家利益为主 以国家的稳定为主 但是 必须取决于中央政府 真的是 这个在得到了我们这以下的这些证据和正确的信息 确认后 通过正常的法律 惩罚这些贪污分子 就是盗国贼们 真正的是去反弹 是以法反弹 这是我希望的 那么 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 会无限的精彩 文贵呢 这个每天的这个视频呢 报平安视频会继续的录 未来呢 这个现在已经过去几天了 这个三周呢 不报猛料 但是实际上每天都有料 希望推移我们能客观的看待问题 因为每天我都接到北京的警告 哎别说了 这个别说了 那个别说了 我想说的事情 不可能 文贵没向任何人承诺 我永远不可能闭嘴 不说是不可能的 像昨天 各大社交媒体网站 到处传发着 又把我的那些丑恶视频 丑化我的视频 全给置顶了 这个置顶了以后 这对我又是一次伤害 那你像这种事情完全是不应该的 既然是假的 干嘛置顶啊 那么这是完全是错误的 包括 这个大家上次讨论的胡舒立和安邦事件 胡舒立和安邦事件和微信的合作啊 大家没看明白 我跟小灰也很熟 吴小灰 安邦我也很熟 这个我们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说实在话 这个吴小灰和安邦事件 这背后的政治角力 一定会是个很大的事儿 但是吴小灰此人 有智慧 没勇气 投机心理太重 这个他对付这个 胡舒立这种阴险狡诈 接呼病态 这个天天去这个南鸭子店 天天去找这种压难济难的 然后各种变态成天吃药的人 那吴小灰玩这种正能量的事儿 你玩不过他 说实在话 吴小灰他不找我 他要找我的话 我随便拿个料出来 我都能让胡舒立万劫不服 把他的背后的后台 包括那个黎瑞刚 还有他那敲诈的老板 都会完蛋 我之所以不让他和韦石这样的人马上完蛋 我让他的事情得到揭发揭露 让大家看他的本质 但我不想让他死那么早 我想让他受到惩罚 我想让他把所有害国人的真相 让全被害人和这个世界都知道 胡舒立的下场和胡舒立背后的故事 未来那是一个很好的很有意思的 这是一个对世界的媒体界 中国的媒体界和官媒啊 官员和媒体沟通一个最丑恶的版本 将是一个巨大的全社会的警钟 你们无法想象这个女人的心里有多变态 你像韦石这个人 你看看希诺这个人 你看最近她这个嘴脸都失去理智了 都变态极了 今天我没拿 本来要再公布账号呢 明天嘛 你说这瞪眼说瞎话 就这些人 才能和那些变态的官员和盗国贼们合作 正常的人怎么能可能跟他合作呢 包括这微信 那马化腾 我特别尊敬那个企业家马化腾先生 那把微信搁出来一块给了胡舒立 什么冷静一堆的事情 哎呀我这 这是昨天一个朋友啊 一个我们这个LP跟我说 他们准备做空微信 他们微信会在未来的半年内在中国大地上消失 还有就我说那几个银行 他们认为都会消失 他们要做空 我说这事我就不管了 那是你们的意思 但这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示 我搞投资的 我们也买了一些腾讯的股票 我要求他们在未来的三周内赶快抛出 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做空的这种对冲企业这个基金 他们的这个背后的背景 那都知道都是有了强大的政府情报机构的背景 他们要做空微信那微信就完了 而且做空微信的这个背后一定也有政治的力量 包括那几家银行 您什么差 北什么差 这肯定完了 这个不会有未来的 那么从这几点看得出来 就是胡舒立的和财新 实际上是政治和某些老板经济 还有文化界一个勾搭在一起的一个 这个据敲诈 用敲诈的手段 威吓垄断了中国所谓的某些领域的 不特别是金融领域和反强领域的这种信息 达到了他们垄断这个目的以后 实际上进行了政治的绑架和政治的敲诈 这个事情哪那么简单呢 因为这个香港的这个事情还没揭开呢 到底在香港有没有人有黑屋 香港有没有长期驻扎的大陆的公安和这个情报人员 这个香港警察有没有知不知道配无配合 香港的官员有没有被这个这个被威胁 被已经绑架抓了小尾巴的 还有香港是全世界都知道洗钱之都啊 洗钱的地方 那洗每天都在洗钱 就官员知道不知道啊 他们合法吗 包括我们查到这个在澳大利亚这些 四生子四生女的钱 很多是通过香港过去的啊 那这事都没开始呢 未来我这些事情开始的时候 都给那个媒体的控制 和媒体和这些商媒 官商媒这些黑暗组织的这种勾结 那早上呢啊 大家慢慢来吧 这个饭好不要一下吃了 好戏你要静下心情要有耐心 好衣裳要好好欣赏 慢慢穿上慢慢欣赏 爱情是用时间和耐心的 友情也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 我文贵既然做到了这里 和推友们的关系 我也希望有点耐心啊 咱们的时间还需要很长 我说了吗 给文贵三年 给文贵三年 在三年内你们的评价 不管好和坏我认为都不客观 文贵也不会去享受也不会去反对 三年我们再做出评价 大家拭目以待吧 谢谢推友们的关注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